政府在這方面也考慮了相當詳盡的方法 是否這個政策是可以偏離一些原則 譬如是否一些未曾成為香港居民的人士 也有一個特殊的考慮 在國際間也基本上是 如果你不是入了一個地方的入籍之前 只是一個未入籍的人 但如果是香港有這樣的考慮 是跟這樣的概念有一定的偏離 我們一定要考慮是否做得到 是否應該這樣做 特別是如果我們的公共資源是有限的話 我們是不是要照顧一些我們未曾 而承認他是香港人的人 都認為他是有一個特殊的需要服務 這個要考慮